我们先来咱们继续往下去看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上节课当中呢 我们已经把这样一个最简单的测试呢 单元测试咱们去写了一下 通过这单元测试呢 希望大家能够去知道 就是关于我们在进行测试的时候 它所对应的这样的一种逻辑 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在单元测试里面 要写什么东西 我在右边程序里面 这个逻辑写完之后 到底有可能会有哪些状况发生 这些状况发生 都是我要进行测试的 所以我们在单元测试里面 去写什么东西呢 就是把模拟 让这些状况去发生 看一下是不是模拟预期的一个效果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对于刚才我们进行测试的时候 这个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这个用户名跟密码 没有填写完整的这个时候 我们实际上已经进行测试了 对吧 但是这个测试的话 这个场景还模拟 还没有模拟完成 那么说的话 单元测试呢 就算把所有的场景 全部都模拟出来 刚才我们模拟的时候 仅仅是所有的数据 也就是说用户名跟密码 是不是都没有给你传啊 你再模拟的话 是不是还有可能 只传了用户名 还有可能只传了密码吧 对吧 这些场景 你也要给它模拟出来 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情况呢 都要给它模拟清楚 才可以 那你现在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把另外的那些场景 给模拟清楚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我接下来的话 在座还是向这个路径发送请求 只不过是说 我这时候再给你携带数据里面 只包含一个用户名 或者说只包含一个密码 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那相当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咱们把刚才的这样一段逻辑 再往后放 是不是相当可以了 再往前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测试用户名跟密码都不传 测试用户名密码都不传 都不传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进行测试的话 咱们怎么测试呢 再往后测的话 相当于我只传用户名 或者说只传密码 测试 子传 用户名 那你看一下 这个整个测试逻辑 是不是跟上面是一样的呀 我还是用刚才的扣端 向这个地方发送请求 然后只不过是说 这个时候data 我给你填上一个新的东西吧 比如说叫做user name 我看一下 我只给你传一个user name 然后他对应的只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随便填一个 比如说叫做admin 我只给你传一个用户名 然后呢 看一下对应的逻辑 是不是出现的 如果按照我所说的话 只传一个参数的话 实际上呢 是不是还缺少一个密码啊 缺少一个密码的话 相当于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去判断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是不是会进入到这个地方判断呀 会出现问题 会给我们返回一个 code等于一的东西吧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结果是不一样的 我拿了返回值 进行一下解读 然后呢 把它转换成 Python里面的字典 再去判断一下 这里面应该正常情况下 会有存在一个code 而且这code应该是唯一的吧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下 代表我刚才 如果只给你传一个参数的话 按照我的预期出现 那你代码也没有去写错 那再相对应的话 我在进行测试的时候 是不是还得再进行测试一下 只传这个密码啊 对吧 只传密码 只传密码 那么好了 把这个地方给你换一下 password 给你放到这 那相对的逻辑也是一样的 我如果只传密的话 参数还是不完整的 你最终逻辑呢 应该还是给我返回出来一个 这样的接词转当中 包含code 它对应的值呢 还是唯一 所以把这东西也写完了 咱们再让程序去运行一下 测试一下 这时候看了一下 代表测试没有问题 按照我们正常逻辑去出现了 所以你这时候会发现 单元测试这个东西 你只要明白了一点 按照这应的场景 去构造这样的东西出现 进行测试 判断一下返回值就可以了 其他的套路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说 在进行单元测试编写的时候呢 繁琐一点 你要把所有的场景全都给模拟现了 模拟全了 就像我仅仅为了测试这样的状态值 是不是唯一的东西 我就给你模拟了三次吧 没传东西 传了一个 对吧 是关于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除了这个测试行为之外 我们还得进行测试吧 因为你这一段试图里面 刚才我们说的 除了要判断这个参数不完整之外 是不是还要判断用户们跟密码 如果是错的情况下 是不是能够发生正常的这种情况 code v2的情况吧 所以也要去测试这样的东西 好了 那么再来把它再去写一下 再次定一个新的东西 test前缀 那加上比如说这是错误的让 错误的这样的一个用户名 name 然后呢 密码password 测试 测试用户名 或密码错误 那在这个的话 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去显全了 按照正常玩的逻辑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去让用户名错误 密码正确 或者是用户名 这个正确 密码错误 或者是两个都错误 是不是要把这些东西摸 都模拟权才行啊 对吧 那我们现在呢只模拟一个用户名跟密码 都是错误的情况下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在去构造这种场景的时候 它的一个套路跟上面是不一样的 还是得是先去拿到一个对应的客户端 然后呢 再去向这个接口发送请求吧 给你传送数据 是不是要这样的方式啊 又要去构建客户端了 那现在来看一下 这两种逻辑 无论是测试这个没有传的 还是测试错误的情况下 通通的都要去构造一个客户端 那这个客户端又通知在这个类里面去做的 那我能不能给它摘出来 实际上是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对于单元测试 它里面会有一个特殊的方法 是哪个方法呢 叫做这个setup 这个方法是固定的 一定要记下来 你在去使用单元测试的时候呢 有一个固定的名字 setup setup这个方法 对应的意义在哪呢 它会在去执行这样的具体测试案例之前 先会被去执行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一些个初始化东西放到setup里面来 对就像刚刚腻的一样 在出的在 进行测试 之前 先被执行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就可以把刚才咱们所说这样的一个客户端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摘到上面来呀 对吧 咱们就把它摘出来 放到上面这里面来进行测试 那我放到这里面之后的话 咱们来看一下 我所先构建出来一个对象 我为了能够在这个函数里面去用 也能在这里面发法去用的话 我是不可以把它保到对象当中去呀 对吧 因为在哪呢 你会发现这两个话 是不是都是对象方法呀 对吧 都是对象方法 所以我给它保存到对象当中来的时候 那上面东西的话 我就可以进行一下调整了 我在进行测试的时候 直接使用saf点的方式 导到这样的客户端就可以呀 saf点的方式 然后呢 拿过来 这里面还有哪个地方呢 这里面也用到了 拿过来 这里面还有一个地方也用到 好 放到这里面之后的话 放到这里面之后呢 相当于就有了 那我将来这个东西完成之后呢 咱们再来这个地方来去写一下 对应的这样的断逻辑 我要去测试错误的话 那所以呢 就直接通过saf点 然后呢 client方法 使用这样的post行为 还是专门测试它 所以对应的路径呢 是斜线 lock in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我要给你去传数据了 data 这个数据的话 我现在给你测试呢 就是用户名或者密码 都是错误的情况下 所以呢 username 他是错误的情况下 比如说给他传一个东西 叫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叫做itcast 然后呢 对应的密码 我也给你传一个错误东西 password 比如说给你随便传一个东西 也叫itcast 你要去注意 我们所说的测试案例 测试案例 是什么是测试案例呢 你刚才所构造出来 这么一个假的数据 再往发动过来的数据呢 就叫做测试案例 好 现在我相当于构造了 这么一东西 网过发 网过发之后的话 那相对应的 我还会拿到一个 均匀的结果值 it 再做的操作 是不是跟上面是一样的 我把这个东西 it进行下反解析 然后进行下断言 拿过来 放到这 相当于对他拿到数据 然后进行下 跟相当于的解析 再往后进行相当于断言 只不过是说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按照正常情况下 去操作的话 我的用户名跟密码 都给你传了 所以这段在进行逻辑的时候呢 上面东西肯定没有出现 只不过是用户名跟密码 并不是你所说的 用户名跟密码 所以应该进入到哪了 应该进入到这个地方吧 返回的时候 应该是code为2了 所以我在进行断言的时候 应该是你返回的值当中 肯定会包含一个code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如果正常情况下 你反过这个code值 是不是应该也是为2了 这是我的预言情况下 所以呢 相当于咱们在一个地方呢 把这样的情况也写完了 咱们让程序可以去运行一下 让程序运行一下 那你这时候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相当于告诉了运行了两个测试案例啊 哪两个测试案例呢 刚才我写的出来的这两个测试方法 然后呢 两个测试的结果呢 都为真 相当于是说都是正确的 都按照我所预言的情况下 正确的发生了 这就是关于这样单元测试 那接下来的话 你再来去写的话 就还会做什么东西呢 应用顾名跟密码都是正确的情况下 会看一下 它的反馈值是不是零啊 所以就相当于把所有的模拟情况呢 全模拟出来 放到这里面当中就可以了 这就是单元测试 那这个单元测试 现在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好 接下来咱们再来去说一点 我们现在在哪呢 在这个flask里面进行测试的时候呢 还有一点问题 还有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呢 在flask里面进行测试的时候呢 他会建议我们 flask里面有一个参数 一个什么参数呢 一个测试模式 在课件当中所去说明的一个测试模式 这个测试模式就是说 相当于在这里面所写过的哪呢 在这个地方 激活测试这个标志 pesting这个东西 他建议我们尽量的把这个标志给它打开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标志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先给它打开 这样是设置 flask工作在测试模式 模式下 测试模式下 咱们怎么去做呢 app我已经导入进来了 那一种方式呢 直接就是app.config config 然后呢操作里面的对应的那个见词 比如说就是testing sting 你把它给它设置为tru 这是一种方式 那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 哪种方式呢 app 他已经直接就把这个testing的这样的标志呢 作为app对象的一个属性存在了 所以呢 你也可以直接操作这个app.testing 给它设置为tru 两种方式都是相同的效果 你按哪种方式去做都可以 testing 按照哪种方式去做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把它这样的东西给它开启之后 到底应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为什么把它开起来呢 我们首先先把它关闭 关闭的情况下 然后呢 我在右边这种东西 专门就让我这段程序写错了 要抛出一个大异常 怎么去抛出的 比如说咱们还用那个a等于1除以0 程序一旦执行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肯定会出现问题啊 对吧 肯定会出现问题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进行相对应的测试 进行相对应的测试 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的话 你现在来看一下 是不是肯定会出现问题啊 那它给我抱着什么错误信息呢 告诉你就是说 并不是一个json 可以被解析的那么一个对象吧 对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东西呢 你去想 它在相当于进行测试的时候 把请求发送到这一端 发送到这一端之后呢 函数是不是要去执行啊 函数去执行的时候 一旦执行到第16行 a等于1除以0 那你说正常情况下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a等于除以0 是不是抛出异常啊 也就意味着说 那你说这个函数 这个试图函数会出现什么结果啊 是不是还有一个500的错误啊 那么异常嘛 也就是说它并不会出现 返回 并不会正常的去返回出来 这样的一个结果的一个 节省数据吧 对吧 因为它抛出了异常 不会反过这样的 节省数据 所以我们在进行这样 单元测试的时候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返回值里面 它里面就没有 节省格式数据 所以在正常进行测试的时候呢 就告诉了 你在进行 还把这个数据呢 还按照节省格式解析的话 是会出现问题了 对吧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看一下 我按照这样方式去解析的时候 我在测试案例里面 能知道右边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是不是根本不知道啊 只知道右边的话 没有给我传回来 接审 但是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 然后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把testing模式给你打开呢 我把testing模式给你打开 然后呢 我再进行一下测试 再进行测试的时候 你发现 它是不是就把对应到右边程序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告诉我了 它已经告诉我了 右边程序在执行第16行的时候 第16行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A等于 1除以0 告诉你对0进行触发操作了吧 所以就相当于 如果你把测试模式打开 那右边程序执行的任何一种异常情况呢 通通的你在测试案例里面的话 都能够知道 它都会把测试结果告诉你 到底右边发生什么情况 那如果你把它关闭的情况下 那这时候不管右边会发生什么情况 它通通的都不会告诉你细节问题 这就是关于测试模式跟非测试模式了 现在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所以我们在把它测试的话 通常要把这个测试模式 你给它打开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